大陆官方4月29日公告 两岸小三通将有条件的解禁 福建省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公告 将在5月10日临时开始实施 台胞入境福建检疫便捷通道措施试点工作 对在金门马祖连续居住满28天以上的金门马祖籍居民 透过小三通入境者不需要隔离 对此金门县县长杨振武回应 乐见对岸的善意 他也希望总统能在条件成熟之下 让小三通富航回应对岸的善意 我想大家都非常关心 今天有关陆方发布了关于小三通 有条件的解禁的新闻 以及一些具体的解禁的做法 我想金门县政府乐见这样的一个善意 因为金门县政府也一直不断的在呼吁 当疫情可控或者是在防疫的这些准备 都能够充分准备的情况之下 我们赞成有条件的解禁 那事实上呢 我们也去跟陆委会还有相关单位都有去洽谈过 那在洽谈的过程中 金门县政府也提出了具体的这一个相关的防疫作为 包含防疫旅馆 包含地区的防疫量人 所以金门县政府还是重申 在疫情可控防疫无余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能够有条件的让小三通来复航 那么当然今天陆方所提的这一些管制的措施 我想也是经过在他们的防疫单位具体的研理之后 所释出的一个善意 那在这边呢 我们也呼吁中央 特别是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小三通是蔡英文总统在陆委会主委的任内所开办的 当然现在这个时间点 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如果能够让小三通复航 这也显示了蔡英文总统对于两岸交流的一个善意 申请获批之后 台胞在入境审核时 还需要提供入境前28天 没有台湾澳门地区以外的履积史有效证明资料 台湾权威医疗机构出具的入境前48小时内 核酸检测和血清抗体检测阴性证明等核验资料 小三通的复航对于金门的各项产业影响非常的大 那但是呢 我们也做好了所有这一些相关的准备 所谓的复航并不是无条件的复航 所谓的复航并不是没有管制的复航 所谓的复航其实是在我们能够容纳的防疫能量之内 去做这一些复航有条件的复航 不管是人员或者是班次或者是这一些检疫的管制作为 其实都会有充分的规划 所以我们也希望中央这一边能够有非常明确的一个回应 那这个陆方所提出的这一个 今天所提出的这一些做法 我想也可以作为之后随着疫情和缓 两岸进一步恢复交流往来的这一些先行的准备 我想中央必须要正面的来面对这一个情况 毕竟这个交通跟交流是不可能一直这样子停顿下去的 我们也希望都能够看到双方善意的回应 县长杨振武4月29号马上透过脸书回应 乐见对岸善意 同时他也表示希望在疫情可控防疫无余的情况之下 让小三通是有条件的复航 感谢观看